大家好,我是青石 今天是12月21号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叶珠镌签插了半年以后的情况 这个大叶珠镌我是7月上旬签插的 完了以后一直到11月都是在室外 11月份移到室内 大概移进来有差不多两个月了 那么今天来看看生根情况 好,两种机制,一种左边这个是鹿昭土和稚石,珍珠岩配方就在这 这个是一个配方 那么另外右边这棵主要是泥碳土和珍珠岩 那配方也在这 那么我们来看看两种土经过半年以后 它们生根情况 透过这个透明的这个小的塑料杯 我们看看这个泥碳土的这个 这个泥碳土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根确实长得都不错 这里面一共插了4个插碎 4个插碎 那么从外表上来看 这个根长得是挺好的 那么我等会再把它倒出来 跟大家一块来看看 这个实际情况下的这个生根的情况 这个 它这个 倒起来还是比较 有 不是马上就倒出来的 那么 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 根 杜鹃的根确实很细 那 总体来说 生根的情况 还是不错的 那我就不把它 把它拆开了 因为现在是冬天 我把它拆开再重新上盆 可能 对 这个 叉碎 成活有一定影响 那么如果它不散 那我就不把它重新拆开了 大家在外面看一下 这个机制还不错 这个机制 我就是 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机制 就是对我来说 那这个呢 是露昭土 我是今年第一年用 它用的是比较 颗粒 露昭土的颗粒是比较粗的 20%芝石 20%珍珠岩 那么这个就是 是散 散沙一盘 那一倒出来就散了 这个已经我做好思想准备了 那么大家看到 这里面 扦插了三个 三个叉碎 那么 这个根也长得非常非常好 你看到没有 啊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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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月以后 根的生长情况 长得都算 还 很不错 这个叉碎 比这个根部就长得一般般 那么我现在把它抖开来 我想给大家看看 这三个叉碎的根 都是在我们 在最底部的那个销口上的 生成的 这个 预伤组织上发出来的 它没有在这个 叶结上发出来 都是在预伤组织上 发出来 都是在 最底的切口上发出来的 啊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大叶珠鹃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下面的 那个销口上出来的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